Hello 大家好 我是徐伯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 如何替倉鼠打造一個舒適安全的家 這是我的經驗分享 不禁染安全隊也不見得續用每一個人 如果有錯誤歡迎留言指贈喔 最近一些觀眾私訊我 說看了被鐵龍卡住導致倉鼠死亡的影片 不抹鐵龍真的不能使用嗎? 我們先來講講鐵龍的優缺點 鐵龍優點是通風 缺點會卡手卡腳 以及倉鼠一旦長腰鐵條 因為鐵條太硬的關係 鼠鼠牙齒會變形咬合不正甚至斷裂 另外有了倉鼠喜歡吵架 安拔尸也可能造成補責的現象 基本上是缺點比較多 而且有危險性的籠子 不過其實不侷限鐵龍 氣孔開太低 倉鼠可以伸手伸腳籠子也要注意喔 其實FB兩大愛鼠社團 倉鼠快樂養跟鼠寶向前衝 兩大社團其實都不推薦鐵龍 鼠友們最推薦的是整理箱 鼠宅整理箱就是改造一個整理箱 完全為倉鼠量身訂造 就不會有市售箱子的各種困擾喔 先來看一組照片 這位鼠友早期的時候不知道怎麼養鼠 就把倉鼠養在直箱裡 木箱裡 走了許多彎路之後 這是這位鼠友家的鼠宅整理箱 大家養很多隻嗎? 呃不是 是一鼠住兩鄉啊 整個是鼠宅大進化 現在在等什麼? 心動趕快行動 跟我一起DIY吧 不喜歡DIY的人可以直接跳到後面去 有購買方向指引喔 DIY工具介紹 最尖尖適合加弄契的箭子錢 很能撿的鞋子錢 更能撿的斷線錢 大家都用美工刀 切壓克力板超好用的壓克力刀 閃亮亮的30公分鐵齒 可以精準量距離 還有顯示螢幕的油標尺 專門用來開動了自由錐 鑽孔用的鑽頭 讓鑽頭跟自由錐快速旋轉的電鑽 裝上各種配件頭 可以有許多不同作用的超好用 掉掛式刻膜機 掉掛式刻膜機的鑽孔研磨切割配件 讓壓克力門開關的荷葉 鎖在洞上面的通風網 把門鎖起來的門鎖 另外還要準備束帶4條 地帶器材沒有電鑽可以改成手鑽 沒有電吊掛式刻膜機 可以改成壓克力刀 我第一次改造 所以我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先上網查一下人家的作品 這整體箱呢 它的規格是 長60公分 寬40公分 高30公分 先大概講一下我的改造計畫 蓋子的部分 上面這塊 我會打算把它挖空 加裝上這個 網路網 讓它通風 再來呢 整體箱的本體 側面的部分呢 先挖洞 然後再左上通風網 兩邊都加 加裝上兩個通風網 原本想要加裝在上方啦 但是呢 我想要再裝一個風扇上去 所以決定把它移到下方去 這邊暫停一下 我拍這部片的時候 忘了倉鼠會咬鐵絲跟潘爬鐵網 只顧著要幫它加電風扇 就真的忘了 然後我還真的很白癡的把它給做起來 雖然後面的影片 我還是不製作了第二個整體箱 不過這個製作版本呢 除了透氣孔開太低之外 其他就沒什麼問題 製作講解方面比較詳細 那就請大家耐著性子 繼續看下去吧 加裝上一個風扇 讓它對流通風 正面的部分呢 這邊我打算把它挖掉 裝上壓克力板 為什麼會想裝壓克力板 因為我看人家製作的整理箱 前面都有一個壓克力板 看起來很漂亮 我也想要做一個 我不知道有沒有辦法做成那個樣子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現在準備開孔的地方 用筆打上記號 測量要開的洞大小 調整自由錐的切割範圍 將自由錐裝上電鑽就可以開始打洞啦 沒有自由錐的話 可以選擇用圓規畫圓 再用美工刀切割 有雕刻刀更好哦 需要花點時間跟力氣啊 所以使用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開好洞之後 接下來就要鑽出鎖螺絲的孔 這裡可以用手鑽帶地 一樣用美工刀修邊 接下來就可以鎖上通風網囉 通風網建議鎖在內側 避免倉鼠去咬整理箱 螺絲呢也是朝外鎖 才不會讓突出的部分傷到倉鼠 同時能夠避免去咬螺絲 再來是壓克力門的製作 標記好需要的長度 接著用壓克力刀 重複切割 幾次之後就可以輕鬆斑斷哦 畫出想要切割的門板部分 放上切割配件 開始切割啦 如果手邊沒有這些器具的話 就使用壓克力刀吧 重複切割就可以割下來囉 修邊 再修邊 繼續修邊 先擺好盒葉跟門鎖的位置 標記一下需要鑽洞的地方 切割整理箱 切出裝上壓克力門的空間 這裡也可以選擇使用壓克力刀 鑽出鎖上壓克力門的洞 開始組合 其實我犯了一個錯誤 就是我螺絲的長度買錯啦 買太長了 長到連門都打不開啊 只要很排斥把多的地方給剪掉 又不美觀又多花時間跟力氣 太愚蠢啦 因為呢 我是把螺絲朝外鎖的 鎖門鎖的時候發現 如果四個螺絲都鎖上 會沒有辦法讓門鎖順利操作 所以就拔掉一顆螺絲啦 鎖上壓克力門 總體完成進度百分之八十 為什麼你不做更厲害的 我不會啊 做的比較爛 為什麼 因為我第一次做 你覺得你都很漂亮 真的啊 謝謝你啊 最後呢剩下蓋子的部分 量出要切割的範圍 拿著壓克力刀開始切啦 打上幾個孔之後呢 準備四條束帶 分別從四個角把烤肉碗給綁上去 蓋子就完成啦 呃呃 差點忘了打上裝水瓶的洞 切割 打磨 修修修 大功告成啦 大功告成啦 好了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的第一版整理箱 前面说过我通风口不想弄太低了 其实小捷运有机会去咬铁丝网 虽然他还没有真的去咬 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啦 很想哭啊 所以呢我还是杀到大卖场重买了一个整理箱 第一版呢就当反面教材吧 拿出第二个整理箱 这一次学乖了 孔开在上面 电风扇也装在上面 第二版终于完成啦 边拍边做两个花了我一个礼拜啊 没想到啊没想到 幸好结果还不错 这一次呢改造花了700块左右 但会有一些误差 像是第二次改造的时候呢 急着买箱子 松区大卖场买 就背贵了50块啊 箱子变成了450 只能多多比价吧 新居落成 恭请小捷运入住 偷接一个管子 然后不知不觉换家 嘿嘿嘿 太机灵了啊就往旧家去啊 床手像普遍胆小 一点犹豫不觉样子真可爱啊 为什么犹豫这么久啊好蠢萌 现在来聊聊小捷运之前的家 其实小捷运之前的家也还不错啦 是我在淘宝买的 当时设计还有二楼 我把二楼给拆了 接管道让他住两间 住起来呢目前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还是最推荐整理箱啦 因为整理箱是经过广大输口认证 目前公认住起来最安全的屋子哦 既然都要买新的了 就直上整理箱吧 呃最后还是头了 另外DIY太累了 没空自己做怎么办呢 爱鼠协会有提供一个 极限简易合格设备的教学 就是呢一个大塑胶箱子 上面夹烤肉架就可以完成啦 但是呢这种笼子只适合冬天 或者是夏天的冷气房内使用哦 不然的话没有足够的散热 仓鼠很容易中鼠呢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爱鼠协会已经帮你整理好 箱子的型号清单了哦 黄金鼠小型鼠适合什么箱子 想DIY的人网购一下就好了 很方便哦 再不然就花钱买一定值得吧 网路上关键字搜寻 整理箱加仓鼠 有不少帮你改好的哦 有的还整套仓鼠用品一直卖呢 真的很方便哦 至于其他笼子的挑选 只要尺寸适合透气孔 不要开太低的笼子 应该都还可以哦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了 我是许波 下次见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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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